在雷州半島的熱帶低下,今早已增強為一股熱帶風暴, 以及名名為艾雲尼。 在今早11時,艾雲尼集結在香港西南偏西大約470公里, 我們預料它會繼續緩慢移動。 根據現在的預測路徑, 我們預料艾雲尼在今天,會繼續在雷州半島附近徘徊, 和香港保持大約400公里左右的距離, 所以除非艾雲尼的強度明顯變化增強, 否則今天需要改發三號強風訊號的機會不大。 而在未來一兩天,艾雲尼的移動路徑和強度變化, 可能比較飄忽,不肯定是比較大, 所以天文台會繼續密切監察它的動向。 天氣方面,我們仍然不時受著艾雲尼外圍雨帶的影響, 所以間中有狂風和大罩雨。 我預料這些狂風和大罩雨, 在未來一兩天,仍然會影響香港。 雨勢分部方面,在今天來說, 香港大部份地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。 而在大嶼山部份地區和新界西邊, 雨量超過50毫米。 詳細的天氣預測方面, 我們預計今天會是多雲,有狂風遮雨和雷暴。 雨勢有時會頗大。 風方面會吹和緩至清淨,東至東南風。 離岸和高地是間中會吹強風。 留意,海面會有湧浪, 所以市民應該盡量離岸邊。 再看遠一點, 我們預計受到艾雲尼外圍雨帶的影響, 未來兩天,香港仍然有狂風遮雨和雷暴。